大家好,欢迎来到保慎传媒,今天是2020年9月23日,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新闻播报。 路透社独家,中国大幅在西藏扩大劳工营计划。 根据路透社报道,中国正在推动让越来越多的西藏农村人口离开他们的土地,进入最新建成的军事化培训中心。 在那里,他们被训练成了工厂的工人,这是在复制新疆西部地区被人权组织标记为强迫劳动的计划。 根据100多份官方媒体的报道,北京在西藏设置了将农村人口向中国其他地区转移的配额。 路透社回顾了2016年到2020年间,西藏自治区政府出台的政策文件和采购要求。 配额项目标志着一项旨在为中国的工业提供忠诚劳动力的举措,正在迅速扩大。 上个月,西藏自治区政府网站发布了一份公告称, 2020年前7个月,超过50万人接受了该项目的培训,占该地区人口的15%左右。 其中已有近5万人被分配到西藏境内工作,另有数千人被派往中国内地其他地区。 许多人最终将从事包括纺织、制造、建筑和农业等低收入工作。 西藏和新疆问题的独立研究员阿德里安·郑兹表示, 在我看来,这是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来, 我们可以看到的对西藏传统生活方式最猛烈、最明确、最有针对性的破坏。 本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詹姆斯东基金会发布了一份报告, 重点关注了对美国具有战略意义的政策性问题。 这是强制性地将原有的游牧和农业生产生活方式向有酬劳工生活方式的转换。 路透社证实了增资的调查结果, 还发现了更多与项目有关的政策文件、公司报告、采购从单及官媒报道等。 中国外交部在给路透社采访的一个声明中, 强烈否认了强迫劳动的存在, 并说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劳动是自愿的,且得到适当的报酬。 这些被别有用心的人称为强迫劳动的事实根本不存在, 我们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分清黑白、尊重事实,不要被谎言欺骗, 让农村剩余劳动进入工业生产时中国推动经济和减少贫困工作的 一个重要内容。 但人权组织认为在新疆和西藏等民族人口众多历史上不稳定的地区 进行的这些项目,包括大力强调意识形态的培训。 他们说,政府的配额和军事化管理表明, 这种转化是存在强制因素的。 1950年中国军队进入西藏后, 中国就控制了西藏,北京称之为和平解放。 此后,西藏就成为全国最受限制、最敏感的地区之一。 在西藏项目不断扩大的同时, 国际社会对发生在新疆的类似项目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其中的一些项目还涉及大型拘留中心。 联合国的一份报告估计, 新疆约有100万人, 其中大多数是维吾尔族人, 被关在集中营里接受思想教育。 中国最初否认了这些营地的存在, 但后来说他们是职业教育中心, 而且所有的人都已经毕业了。 路透社无法确定藏族劳工转移的情况, 外国记者不得进入该地区, 其他外国公民也只允许参加政府批准的旅游项目。 近年来,为了追求中共当局所谓的维稳的严厉政策, 新疆与西藏已经成为他们的目标。 这些政策广泛旨在平息意见, 动乱和分裂势力, 包括限制少数民族公民前往中国其他地区和国外旅游, 以及加强对宗教活动的控制。 今年8月,习近平表示, 根据人口普查数据, 中国将再次加大打击西藏分裂分子的力度, 以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为首的批评者, 指责中国当局在该地区进行文化种族灭绝。 这位85岁高龄的诺贝尔蒋德主自1959年, 因反对中国当局起义失败而逃离中国后, 便定居于印度的达兰萨拉。 虽然过去也有一些证据表明西藏存在军事化训练和劳动力转移, 但这个新的正在扩大的计划是第一次大规模公开设定向地区外转移劳工的配额。 在多个区域政策文件中, 一个关键要素是派遣官员到乡镇收集农村劳动人口数据, 展开旨在建立忠诚度的教育活动。 官媒讲述了一个在西藏首府拉萨附近的葱庄里进行的此类行动。 据官媒报道,当地官员组织了一千多场反分裂的教育活动, 让各族人民感受到党中央的关心与关怀。 这里的党指的就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 报道指出,这些活动包括唱歌、跳舞,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勾勒出美好的前景。 这样的教育工作是在今年开始大规模转移前进行的。 这种模式与新疆相似。 研究人员说,两者之间的一个关键的联系是前西藏中共党委书记陈全国, 他与2016年接手了新疆的同意职位, 并领导了新疆集中营的发展。 依然由陈全国把持的新疆区委区政府没有回应记者的置评请求。 康奈尔大学政府研究系副教授艾伦·卡尔森表示, 在西藏的雷达追踪下,他们做的要比新疆稍微好一些。 根据2018年国家统计局的数字, 西藏有70%的人口属于农业人口, 这包括很大一部分自给自足的农民。 这是对中国的减贫计划提出的挑战。 衡量这个计划成功与否的标准, 是看基本收入水平。 中国承诺到2020年底农村地区消灭贫困, 为了应对农村就业人口收入日益下滑的经济压力, 我们现在将加大精密技能培训工作的力度。 西藏人口资源和社会保障厅7月份发布的一份工作计划称, 还要组织开展大规模跨省区市的就业转移, 计划包括了该项目在不同地区2020年的配额。 路透社查看的一些政策文件和官媒报道中提到, 未能完成配额的官员会受到为具体说明的惩罚, 一个县级实施方案中称要对官员实行讲罚分明的措施。 在新疆,根据地区和县级通知, 私人媒介,诸如公司或中介, 每组织转移一个劳工到区外可以得到500人民币的补贴, 区内的转移可以得到300人民币。 有官员此前曾表示, 中国其他地区的劳工异地安置计划是自愿的, 许多西藏政府文件也提到了保障劳动者权利的机制, 但没有提供细节。 反对者权力团体和研究人员表示, 尽管有些人承认他们是自愿的, 但是劳工们是无力拒绝工作安置的。 总部设在美国的维权组织 《遼望西藏》主席马特奥·梅卡奇表示, 最近发布的一些公告使项目急速扩张也增加了其危险性, 其中就包括政府协调的思想培训, 这是危险的升级。 路透社查看的政府文件强调思想教育, 纠正劳动者的思想观念。 明尼苏达州的西藏新疆问题研究员曾姿说, 有人认定少数民族不守纪律, 所以需要改变他们的思想, 并且必须说服他们参与。 2018年12月, 一份在西藏东部的纳区市政府网站上公布的政策文件, 揭示了该计划的早期目标, 并缠明了其工作方式。 它描述了官员是如何访问村庄, 以收集57,800名劳工数据的文件说, 他们的目标是解决不能做、不想做、不敢做的工作态度问题, 呼吁要有效地消灭懒惰的人, 但未说明具体措施。 今年1月, 中国政府的一个高级咨询机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藏分布发布的一份报告记录, 记录了内部讨论解决农村劳动力心理贫困的战略, 包括派遣官员小组到农村开展教育, 引导群众用勤劳的双手创造幸福生活。 根据西藏自治区和区内地方的多个政策文件, 被送入职业培训中心的农民工要接受思想教育, 中国称之为军事化培训, 训练强调严格的纪律, 要求学员进行军事演习还要穿军装。 目前尚不清楚与劳工安置计划的人接受这种军训的比例是多少, 但是来自西藏人口三分之一左右的恩加里, 西加泽和山南三个地区的政策文件呼吁大力推广军训, 全国范围的政策通知也参考了这种培训方式。 小规模的类似军训在该地区已经存在十多年了, 但2016年后,新设施的建设急剧增加, 最近的政策文件还要求加大对此类场所的投资。 通过对西藏各地区等十几个设施的卫星图像和文件的观察可以得知, 有些设施就建在现有职业中心附近和内部。 政策文件勾露出一个结合了技能教育、法律教育和感恩教育, 旨在提高对党忠诚度的教学计划。 专门研究西藏和新疆问题的澳大利亚拉托普大学教授詹姆斯·莱博尔德表示, 军训的水平不同,有些人的训练限制性比其他人少, 但多注重一致性,藏人被认为是懒惰、落后、愚动和肮脏的, 因此他们想做的就是让藏人步调一致的前进, 这就是军事化的教育最重要的部分。 最早的军训出现在西藏东部的昌都地区, 2016年官方媒体的图片显示, 民工们都身着迷彩服务列队进行训练。 而在今年7月官媒公布的图片中, 在同一地区出现了穿着军装的女服务员, 在职业机构接受培训的画面。 昌都金色阳光职业培训学校贴出的网上图片, 展示了一排有蓝色屋顶的白色帐篷式的宿舍。 从一张图片里, 一排毕业生身后墙上挂的横幅, 可以看出就业转移项目是由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度办的。 学员所学的职业技能包括纺织、建筑、农业和民族手工艺加工。 一个职业中心描述的培训基本内容包括普通话、法律和政治教育。 另一份区域政策文件指出, 目标是逐步实现从我必须工作到我想工作的思想转变。 自治区和地级政府文件还强调要为特定公司或项目培训成批工人。 人权组织认为, 这种按需培训的方法增加了该项目为强制劳动的可能性。 按照这些计划转移的劳动力很难追踪, 尤其是那些被调往中国其他地区的劳工。 根据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发布的一份报告, 在新疆维吾尔族的类似大规模转移中, 有83个全球品牌的供应链里发现了被强迫劳动的工人。 学者和权力组织称, 来自这些地区的劳工转移给他们带来了一个挑战。 因为被转移的劳工往往与普通民工一起工作, 由于没有与他们的接触途径, 所以无法评估这种做法是否构成了强迫劳动。 西藏官方媒体7月报道指出, 截止2020年, 那些被调往西藏以外地区的工人被安排在了青海和四川的建设项目中, 其他在西藏境内转移的人员接受了纺织、安全和农业生产的培训。 西藏自治区政府的政策通知和县级政府的实施方案, 为地方政府办公室提供了2020年的配额, 其中包括被派到中国其他地区的藏族劳工, 预计较大的地区也将向内地其他地区提供较多的劳动力。 其有1000人来自西藏首都拉萨, 1400人来自日喀泽, 还有800人来自山南。 路透社查到了西藏和其他十几个接受藏族劳工的省份发布的政策通知。 这些文件显示, 工人往往会被集中转移, 住在集体宿舍中。 西藏和其他三个省的地方政府文件表明, 劳工们在被转移安置后, 仍然要集中住宿, 与其他工人隔离并接受监督, 一份官媒文件把该地区的劳动力转移描述为点对点的保姆式服务。 西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在7月份指出, 人们被分成10人到30人的小组, 他们在领队的带领下旅行, 由就业联络处管理。 该部门表示, 这些团体, 尤其是在西藏以外的地区活动的时候要接受严格的管理, 联络官负责开展进一步的教育活动, 以减少思乡之情, 还称政府负责照顾留守的妇女儿童和老人。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最新最快的新闻播报, 欢迎大家订阅宝胜传媒, 再次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次再见。